其实寒流来袭的时候 大家都尽量地躲在家里 可是还是有人是充满着使命感而出门的 再看的是这两位老人家 年纪都超过70岁了 可是不管天气有多冷 甚至下着雪 他们还会出门扫街 因为多年来 打扫环境已经成为老人家的使命感 寒流来袭的早晨 高雄大医幼儿园已有志工在打扫 75岁的田德海天天清晨坐一小时公车 6点半就来到幼儿园 整个上午的辛苦疲累在这瞬间全消失 小朋友好棒啊你们 小朋友讲说师傅我要抱抱 好好好这一抱以后 大家都来了都找到我抱抱 我说真的是 我一点杂念都没有 这个是纯热 他担任整理花草的环保志工已经五六年 把花草繁盛的园区整理得很清洁 每年幼儿园办感恩茶会 他看到孩童的董事贴心 总是眼泪流不停 因为家中没幼童 来幼儿园他就像是多了许多孙子跟家人 而不为寒流一早当志工的还有他 不爱说话的曾阿公71岁了 寒流来他依然光脚只穿夹克就来扫落叶 民众很敬佩他因为他不只扫地 就连用的塑胶袋也是他掏腰包买的 当初他看到大东公园脏乱就开始扫地 但公园多达九公顷他就分区扫 每天得花五六小时 这些付出无所求的身影 照抚着他人也成为众人的典范 大爱新闻陈一正成立委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